冠冰疫情促使大家更注重卫生 清洁机器人的需求也上升 这个星期又有本地的公司推出了这类机器人 希望在这个新兴市场分离备更 本地制造的这台机器人能在45分钟 为100平方米的地方消毒 如果3到4台的机器人同时操作 一天内就能完成一个中型商场的消毒工作 近期推出的还有这一架机器人 它设有两台摄像头充当控制员的眼睛 能在细缝间喷洒消毒液 不放过任何的角落 冠冰疫情紧扣民心 本地网民的搜索内容离不开冠冰 打喷嚏是不是冠冰的征兆 成了4月份最热门的谷歌搜索问题 阻断措施 泡泡茶店暂停营业 珍珠奶茶制作方法在谷歌的搜索次数 猛飙5000倍 也称霸了雅虎的热搜榜 不少学校的毕业典礼遭疫情打乱 Facebook和Instagram在平台上 推出了一系列的毕业贴纸和扩增时镜滤镜 让无法参与典礼的毕业生 也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Facebook的群组视讯功能 也在各国正式启动 让毕业生上网聚集庆祝 Facebook和Instagram